说起建筑上的奇迹 古代人的创举可不比今天逊色 能把寺庙建在垂直的悬崖上 足以彰显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 这就是位于山西横山的悬空寺 你一定想象不到 这座看似微楼的建筑 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是什么样的神奇之处 使它屹立不倒 悬空寺陡峭而狭窄的楼梯 几乎仅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低矮的栏杆外 便是上百米的悬崖 沿路之险也着实如沿于空中 攀附而上 这些分布的力柱纤细瘦弱 它们却也不是常用重的构建 悬空寺的真正奥秘 在于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半插飞梁危机 巧戒岩石按托 上载危言 下连深步 力学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实现了以柔克刚的神奇造诣